欢迎回到麦子学院,我们今天继续讲解三维动画 我们先来看一下课程大纲 我们上一节课已经建立了一个三维立方体 也对三维图层和摄影机有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和操作 那这节课我们就来建立一个三维画笔 首先来看一下三维画笔的效果 那在这个里边就有了一个类似三维效果的画笔 那这节课我们就来制作一个三维绘制的画笔 那先来到Motion 5 我们首先还是要对项目进行颜色上的编辑 我们再来选择一个青颜色 修改背景为环境 好,缩放屏幕 群组里边我们先来勾选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形状就是我要用来建立画笔的笔尖效果的 好,对它进行细微的调整 让它变成线性 好,选择它 对它进行形状上的编辑 不让它有填充 只有外框 然后 我们对它进行旋转 来看此时 我们要把它旋转成 这个角度 然后 再来 来到旋转 对它进行数值上的调整 让它的外轴变成负90度 好 那接下来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选择复制器 对它进行复制 形状 选择 线条 然后来到这里 要把3D 勾选上 好,此时在画面中 能够看到 这个箭头 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序排列的 复制器形状了 3D一定要勾选上 如果不勾选上 它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好 为它增加点 让它的点变得很多 好 当它的点变得足够多的时候 你的肉眼就看不出 它每个点与点之间的空隙了 那么它就似乎变成了一个三维的形状 那我们的画笔的笔尖 就是需要一个这样三维的形状 还可以对它的起点和终点进行编辑 好 我们来旋转这个复制器 好 此时能够看到笔尖已经有了一个类似三维的效果 是通过复制器来实现的 我们对它进行缩放 好 调整它的位置 画笔的笔尖就这样建立完成了 那么下面我们要建立画笔的笔身 首先建立一个摄影机 方便我们观察切换至3D涂层 好 下边新键 巨型 我们现在来构建画笔 对画笔进行颜色上的修改 选择吸管 来笔尖上吸一下 好 画笔就和笔尖形成了一个颜色 对巨型进行复制 一下复制六个出来 一共有六个巨型 好 整好六个 好 此时再来旋转摄影机 外轴旋转到90度 好 然后我们就来构建 铅笔的六边形 现在调整第二个巨型 我们让它和第一个巨型保持对称 好 再来修改第三个巨型 放大一点 我们先来旋转它的位置 旋转 好 再来修改它的位置 好 再来修改一下第一个巨型的位置 第二个巨型 第二个巨型也做微调 我们再来调整第四个巨型 我们对它的位置进行旋转 旋转到这边 好 然后再调整 然后再调整它的位置 让它和第三个巨型 挨着 挨着 好 再做细微的调整 我们再对第三个巨型也做细微的调整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好 第二个巨型 好 第二个巨型也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的调整 好 然后再来修改第五个巨型 调整它的旋转 调整它的位置 好 再来修改最后一个 首先要旋转 然后修改位置 再做细微的旋转调整 好 然后再来修改一下复制器的位置 让它在画笔的正中间 好 我们再把画笔的点数增加 好 此时来到摄影机属性 我们把外转位置修改为0 好 现在能够看到画笔已经初步有了一个形状 那我们现在就要对画面里边的三个巨型进行形状上的编辑 也就是里边的巨型 也就是里边的巨型 对它进行 进行形状上的编辑 调整 调整 好 再来修改下一个 好 好 好 此时内部的三个巨型 形状 形状已经修改 已经修改完了 但是我们的画笔建立的好像有一点点的胖 大家不要在意这个 大家在课下进行练习的时候 可以把画笔建立的稍微瘦一点 长一点 好 此时我们可以对画笔进行缩放 让它变得小一点 好 再来做一点点细微的调整 我们来看一下画笔现在是否就有了一个三维的效果了呢 大家能够在画面上看到 画笔在这个角度 已经可以形成一个三维立体的感觉了 好 那么下边就是要为画笔建立一个绘制路径的效果 就像我鼠标拖拽的这个效果一样 让画笔在画面上绘制出一个形状出来 好 那么下边我们继续往下边制作 先来修改一下画笔的锚点 好 返回变换 再来修改画笔的旋转 我们让画笔面向摄影机有一个透视的角度 好 大概起这个角度可以了 好 好 下边就是来建立绘制路径 我们先来新建立一个群组 选择画笔 我们在画面上随便绘制出一个路径出来 好 绘制完成 我们再来选择控制点 编辑点 对画笔的路径进行一个稍微的修改 删除几个关键点 删除 选择删除 选择删除 好 编辑一下控制点的位置 好 看到我们现在已经绘制出来了一个线条 我们想让这个线条就是画笔绘制出来的感觉 选择画笔 对画笔的样式进行修改 让它像是一个蜡笔或是一个真实的铅笔绘制出来的路径 我们对它的样式进行修改 好 下边就是要对画笔添加行为 添加 为画笔添加一个运动路径 好 来到检查器 行为 行为下边选择几何图形 把我们绘制出来的这支路径画笔 拖拽到形状圆之中 好 下边我们渲染一下 好 来播放试一下 画笔就围绕着这个路径在运动了 但是画笔行动的实在是太慢了 我们再来对这个行为进行编辑 修改路径行为的播放时长 好 修改整个项目播放时长 我们再来渲染一下 好 我们来播放试一下 看到画笔此时就能够有一个挥之路径出现了 对吧 好 下边我们来全屏看一下 画笔此时就有了一个 三维绘制的效果 对吧 能够在画面上看出来 这个动画还没有建立完成 那么下边要为画笔的绘制路径建立绘制动画 我们选择画笔来到 资源库行为下的形状下边 绘制外框 为画笔添加上 好 再对这个行为进行时间上的调整 好 调整它的播放时长 好 我们来拖拖拖手标看一下 好像有一点点没有对上 我们再来修改它的播放时长 让它稍微播放的快一点点 好 此时它的绘制路径就和画笔重合了 那下边就是继续渲染 好 我们来全屏看一下 画笔此时就可以在屏幕上绘制出来一个类似粉笔道的一个路径了 那这个效果就是通过我们建立三维空间来实现的 同学们 你们学会了吗 希望同学们在课下多做练习 如果有不会的问题 你可以在同学社区和我留言和我互动 我也会经常上同学社区来帮助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相关问题 好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见